又來到有機可乘的環節了 今天除了Apple之外 當然不能接著我們的嘉賓主持Dicky Dicky帶了這位嘉賓上來 大家都很期待的 見就見得多了 不過平時一見到 只是說樓價多 今天要說說自己的東西 自己沒什麼好說的 真的太多東西要說了 先歡迎我們的重量級別嘉賓 趙光雄博士 多謝你 趙先生 多謝多謝 歡迎趙光雄博士 你好 實在太榮幸 Apple就是這樣的 通常我們稱之為神 就一定是最厲害的 就是古神 巴菲特 歌神 可能是許冠傑 張學友 樓神 就是個個都做發展商 個個都賣樓 個個都做管理層 為什麼只有一個樓神 就是趙光雄博士 所以自己多厲害才可以 不過我知道樓神 其實原先有機會是做了歌神 這個真的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們要由樓神的前段 是 未正式加入地產發展商 這個解別之前 就是行業之前 其實本身 你差一點點就入了唱片公司 在香港讀書 然後去加拿大 很厲害 然後回來香港 找工作 為什麼會找 回到香港 即是那時七、八年 七、九年 回到香港 即當時香港的經濟是沒有現在那麼好的 找工作做都難的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一張南華早報 最喜歡在那裡看看有什麼職位 就是圈著他 圈了幾個 即是那時來講年輕 當然喜歡 即是你多虛名 就專門來選一些 支援管理員 OK 選一些高級 其實在銀行是 Train In Off Train Lee 什麼那些 其實都有機會 但是都沒有去 為什麼 因為都是喜歡那個Title 所以那時候就選了 其中有一間唱片公司 EMI 那時候就去申請 那時候就想著唱歌就唱不行了 看看有沒有其他職位 其實當時來講 他也請了我的 就想著做一些唱片推廣 那就是馬吉庭 那就是本來天皇天后上台拿獎 就應該是多謝趙先生 就不是Paco 如果當時入了學 也有機會 當然我們捧那些天皇天后 就一定沒有Paco那麼厲害 那他上台拿獎 也一定是要多謝Paco 我們當時主要來說 就是唱片公司要求我們 就希望可以 看看怎樣幫他們推廣這些唱片 當時還有一些小隻 那些叫做小黑膠唱片 哇小黑膠唱片 當時還有七幾年 那時候還有 我其實是大學的時候 已經做DJ 但是小黑膠唱片 真的沒有播過 我們差了三十年 差了很遠 那跟著呢 其實最後沒有選到 這個發展方向 選擇了地產公司 但是做地產公司 最初又不是做地產有關係的 當時書是一般的 2,800元,差了8元 那時候很多錢 70年代未好高人工 你真是高財生 都不是,選擇是選擇好一點 找到多些錢 其實從小到大都高人工 沒辦法 2,800元那時候算是偏高一點 但又不是高很多 我記得那個年代 做教育師的千元運動 那些加起來才是1,000元 2,000元,很高人工 不知道 教育師是專業的 專業的英才一定比我們高 因為我又不是很喜歡 特別去教書 好了,進去剛才你說的那間 都大型的發展商 最初做些甚麼工作 最初來講就是去做一個 它有一個石油氣部 坦白說,那時候石油氣 什麼都不知道 只要一個態度 一個人工 去做石油氣部 才開始學石油氣 剛剛因緣際遇 我就有個機會 轉去做地產 其實在石油氣部 我都做了幾個月 我都很勤勁 我做的事 部官台台 要不要前線呢 其實石油氣的有點重 都需要 就是 其實當時是副經理 再說一次 其實理論上 不用說出去 去外面的 但我自己喜歡參與 所以當時我這一組 跟同事一起開一輛貨車 當時這兩堆貨車 進入到荃灣廠提石油器出來 然後幫他們開車送給用戶 當時其實挺辛苦的 雖然說不用我做 但你沒理由伙計去做 你自己不做 那又沒想熟力 為什麼要參與一點 所以以前的石油器就不是現在入室 有一個石油器瓶 現在其實也有 石油器瓶很少 現在也有 舊型的屋邨 或者舊的大廈都有 拿著一個幾十公斤的 要抬上去 有時候在荃灣廣場走七八層樓 揹著上去 所以現在還有一點肌肉 直接看到有肌肉線條 穿著衣服 其實趙博士這種態度 都成就了將來 即是今天的流神 因為那種親力親為 去到最前線的態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敬業 即是你自己做那份工作的時候 無論怎樣 你都要尊重自己 敬業 接著我們又落業 有些人當駕魚 主要來說 自己也享受做那份工作 我覺得投入感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我們做那行 遠那行做那份工作 慎那份工作的時候 成功機率相對會低的 那個原因就是 你無法投入工作 當時雖然說 我們應該理論上做 寫自由工 但我們都可以 親身地落到前線 跟同事一起做的時候 團隊精神是好的 雖然大家做事都開心 我們當時也是 那些同事來說 他們在街邊吃東西的 小飯也好 大排檔也好 我們吃午飯的時候 都一起坐在大排檔那裡吃 雖然來說 這個關係是真的 大家都很親密做得 亦都做得相當之好 我記得有一年 農曆年的時候 年二十九 那年沒有年三 年二十九的時候 那些同事有些公司問題 罷工 那一年 那一次就很大件事 因為那些同事不肯開車 不肯送 那怎麼辦呢 那大件事真的 那大件事真的 但是一人下了命 如果是那些 家裡那裡 過年沒有氣 大家就來市 所以那一年來說 一定要送 對 一定要送 我自己也是 七點多 進到荃灣廠那裡 提氣 我們叫做 拿了氣出來 一直沿途送 我負責送九龍區 然後這樣送 那一早都送到 年初一早早三點多 最後才送得完 上去的時候 當然那個戶主也很感激 對 也有一封利是給 我最記得 有一封利是 摸一摸 十元 軟的 當時 很硬的 十元 十元當時都是軟的 綠色的 青鞋 以前是金幣的 我們叫做青鞋 摸一摸軟的 我覺得那也挺好 那一晚來講 都賺了七八十元利是 那也挺好 你也看到 八十七年才也是開心的 你看到其實是跟客戶關係好 他們也是對你有一個 appreciation 有一個多謝 都給他們一封利是 那次做完之後 那次都覺得 其實是對顧客的服務 都是相當之重要的 真是後倒爺 不過Dicky 我覺得趙波士厲害了 就是態度 沒錯 首先是你一定是答應了 別人要做的 就要做到 有誠意的 還有我想問一下 性格有沒有關係 會不會從小到大 其實趙波士的性格 都一定是比較困難一點 沒有理由做不到的 或者比較剛烈一點 算不算性格 小時候 其實我的性格 也不是很剛烈的 和平的 做人就是隨和 當然一定要有個目標 有個目標的時候 你要做 還有最重要的責任 相當之重要 我都說過 我們都覺得 人客來說 當然說 火記罷工 他送不到他 怪不到我 但是你要想想 人家過年的時候 武器 那怎樣煮飯呢 譬如說 這個自己有一個責任 當時公司沒有要求 公司都說 那大家盡做 沒有要求我們送他 但是你自己有一個責任 那你也要做它 所以那天其實都 由早上七點多 做到晚上三點多 一來就是 沒停過 另外兩餐飯都沒有吃過 那一路送送到 最後那一單送完 三點半 然後才 洗眼車回公司 然後再搭巴士回家 所以Apple 你錄影太久 不要慎了 最好就是凌晨三點 不是 真的 趙先生很值得我們學習 那好了 這個就是 地產公司 但是做石油氣部 怎樣又轉了 做地產 物業發展 那些 另一個機會 由幾時開始 其實那個也是因緣製餘的 那你做了六個月之後 那你發覺 那些都 都是副經理 是副經理 但你都覺得做到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 學了 因為相對來說 做石油氣行業 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學了沒有什麼做 那時候都想著 轉工離開 但是當時有個董事 就都在行動那裏 那裏 那裏都說 你都做得事 其實行動集團都很大的 那他有沒有其他職位 你是有興趣的 那我不知道 總之 我就覺得這份工來講 都差不多了 就想轉一轉環境 那他說 那有個租務部那裏 有個經理位 挺好的 經理 那你有沒有興趣 你這麼快就做到 就做經理 都不用衝衝衝衝 就扮到經理 眼睛都發光了 有個經理做 雖然來說 我這樣就試一下 本來一月就在石油氣部 到七月的時候 其實很快 半年開始做經理 那就是繁工訓 真的 開始做經理 開始做租務 開始學習 其實 在行動集團來說 他都給了很多機會 給我們學到自己 應該怎麼做事 而且真的開始 就可以了解到 地產行業究竟是怎樣 好 那你的人生最大的轉捩 你怎麼會不會 就是加入了現在工作的地方 即是加入了長實集團 是什麼時候的事 為什麼又會來到這裡 其實就在行動 做了十幾年之後 亦都發覺 當時香港的地產行業 都很蓬勃 後來就轉到另一間公司 因為他 還有一間 比較激烈一些 覺得是 學發展機會會大一些 在那間公司也做了三年 後來就發覺 去長實集團來說 發展空間可能會比較大 再大 因為長實集團是一個 國際化的機構 那國際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在1997年的時候 就轉到長實 那時候就是 香港其中一個樓市最高峰 最高峰 1997年 那你進去那裡 進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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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間不太好 這就是我的問題 那你怎樣 那個時間不太好 進去那 1998年的時候 你看到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 整體地產市路匯 然後就有一個科網熱潮 就是2000年 又爆破 很快 所以那段時間來講 事實上 香港經濟的波動 相當之大 不過你很多時候 我覺得你有危就有機 有這樣的環境下 會創造 也有空間給你 所以我在2000年的時候 在長實那裡 做了執行董事 又負責是樓宇的銷售 真的升得很快 由副經理 執行董事 你數數埋賣了20年 但是早段是很急的 那時候來說 其實如果你說七幾年來講 在外國讀完書 回來香港做事的大學生 都不多 所以變成有了一些 空間 優勢 有些優勢 當時來說不多 我們七幾年回來 所以你說你去到長實 集團之後 我覺得他發展空間 會大一些 特別就是 其實有危有機 困難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表現 其實大家會更加容易看得到 所以在那時候 就是負責銷售 那幾年來講 香港經濟都是差 一直到沙士 跟著再下都是差 差不多香港經濟是由 如果你說看樓市來講 由2002年開始 一直到2006年 都是一個相當低潮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利用到那個機會 你會發揮到自己的創意出來 你會是可以打出一條路 就是這樣 怎樣在這個危中又有機 怎樣破釜沉 在一個低潮裡找機會 時間真的太少 唯有下星期 再請趙郭文博士 就是講這個話題 記住下星期繼續有 有機學生